一 二 三 听说过三家的电闸一起跳的吗 这个就是 哪个是你家呢 这个502是你家的 反正一跳的话就拐着 102 102跳 还有202也跳过一次 你基本上都是跟那个102一跳的 一起跳 我就因为它是7点半到8点这个点 不是吗 我就怀疑因为一楼是 它是合租房 我怕它用那种 就那种不合规的小电器 电量一大 可能它这家一用 真的跳 半夜跳 对 半夜跳过 然后早上也跳过 下午也跳过 晚上八九点也跳过一次 昨天晚上是九点 跳了一次 对 然后我下来合上了 这个好像应该是 它在102的地下室 给他们谢谢 对 供电的 在三家一块跳 一跳一块跳的现象 少见哦 202还少 反正就是碰着一次 但基本上都是和102一块跳 就合上就是 我这经过水 这么潮湿了 哎呀 水 在这 在这 在这里都经过水 前年 大前年 水老深了是吗 对 反正是水挺深的 到这就外了 那就测一下吧 可以是 你家能断电吗 你断响了 我拉一下 我现在家里就开了个空间 那测一下路电吧 测一下路电 他一跳 别人一块跳 这就奇怪了 那现在就是 应该不是我们家跳 嗯 应该是102家跳 然后带着我们家跳 哦 他们家跳 带你家跳 嗯 这种人说不过去 对对 这不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哦 好好好 这都没电 哦 嗯 漏电啊 你家 漏电吗 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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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下雨以后 这一潮 更严重 是这个意思吧 就最近才跳 这两个月跳的 但是前还没跳 最近这两个月下雨下多厉害 你看地面 你看看 哦 它就一直潮 那就把地下室这两个线拆下来 那现在给它剪上 嗯 家会好一些 家好一些 看地下室 在地下室的两个线 不 哎 地下室的线不好 家里呢 没事是吧 家没事 家还行 嗯 对不对 嗯 你要是不用地下室的线 不行的好一些 这几家地下室的线 都走得一个滚 看一下他家地下室 这个 嗯 什么叫做 哎 地下室的线都不行 对吧 地下室的线不行 嗯 嗯 哎呀 你们地下室的线都满了 地下室的线 嗯 102的地下室线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因为它是从油管穿下去的 你看了吗 它们之间你可以测一下 对吧 火一火 嗯 你看啊 它们家是红线 102是绿线 202是黄线 它们的火线都是对地漏电的 就形成了一个那个 形成那个 形成哪个呀 也就是说这个线在地下 会不会灵火之间 或者是火一火之间 发生短路 就会造成两家或者三家同事跳杂 因为这些线在地下都是不绝缘的 所以会不定时的出现问题 跳杂 我建议 我建议你是走明线 因为你们几家的线 都是从轴管下去的 你换不了线 走明线吧 这线废掉了 这样它们家的主线可以送电 然后再去到家里测一下 家里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 能测出来 对主灵线 这一路是轻微的摆动的 其他线路都没问题 也就是说单独测量这根主线 往家里走这根主线 这样测是不漏电的 主线还行 这样这个总是跳杂的原因就找到了 最后给客户的地下室 走了一路明线 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恋 办公室的电脑 开一会儿就自动关机 然后办公室的灯 也一闪一闪的 测得货线有电 插座电压正常 插座正常 那用不了电呢 现在开不了机是吗 电脑 能开啊 他有电吗 他有这么多人 他就插着一会儿就没电了 对 长度关机就直接 啊 就开一会儿自己就停了电脑 对对对对 他电就关了 刚才太黑了 或者有点黑 啊 啊 开灯 这样就都闪了 包括灯 开一下灯我看看 现在是开着的是关的 哦 嗯 嗯 光开一会儿 哦 灯可以去闪一下 嗯 嗯 那呃 就去锅室了 嗯 你看看 没没了 没电了 就是这样不稳定感 呃 呃 配电箱在哪 配电箱在哪 哦 这个道明 应该就是管那个 这个上面的电灯 那个插座就是 哦 好嘞好嘞 行 行行 我打开看看 嗯 他一般是 雷一会儿 他们每一次就是把电闸拉下来 再推上去就好了 用一段时间又充问题 再拉下来再推上去 再一次 有了 有了 一会儿又是续剑吗 可以啊 可以啊 那的问题啊 灭掉了 多长时间就灭了 我希望它快点出现问题 是那个电闸管它吗 是那个电闸控制它吗 是那个 是那个 奇怪得很呦 现在是好嘞 这一根线 走了这个 如果这一根线 这里接触不良 会导致这一路没电 这一路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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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接触不良 没想那么多 经常应得突然有电没电 有电没电 刚才是火线没有电 那有可能是火线续节 火线续节 看一下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 闪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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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拉一下闸 先拉一下闸 空了这几路 这就是压线压多了 压线压多了 这地方就打火了 打火了没压住 打火了 就是这个灯有路有电 有路没电 有路有电 有路没电 接触不良 这一路带了一个 这四个 五路 这一个没接 所以说这一排 下面的线路 都有时候有电 有时候没电 有时候有电 有时候没电 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 打火打的 接触不良 没压好 所以说要把这几项 给它平均分成这三项火线 这种线头如果担心压不紧 可以把线头 鱼一个圈 鱼一个半圈 这样再压到电闸里边就紧了 先不管它好看不好看 要的就是这个压线头要紧 不虚接不发热 然后把螺丝拧紧 用这种电闸螺专用的 11纸披头 给螺丝抓得紧 不打花 哎呀 上得很紧 火线处理好了 零线得处理一下 这么多线头就这么压在一起 很容易续接的 这个螺丝都挨个紧一下 就是防止续接发热 但是你看这一根线 发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把线拆了 您看一下 您仔细看 把线拽出来 这两根线 你发现问题了吗 一个4平方的 一个2.5平方的 出锡不一样 这两根线同时压到电闸里边 它只能压到4平方的线 而2.5平方的线压不住 会造成续接发热 或者是接触不良 同样的处理方法也是 把这个同四八成 鱼一个半圈 就这样和这个4平方的线压在一起 这样把线压紧就没问题了 很结实 当然如果把后边2.5平方的蓝线换成4平方的更好 带了几个应急灯 没啥功率 送电了啊 送电了 哎好 好了 小花 维修完成 感谢观看 请多多字典 感谢观看